同心同德 商周王宠信打己 过着九瓷肉林的生活 谁要敢反对他 就会被挖心或受火烙之心 老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了 周武王决定讨伐他 在蒙经会师各路诸侯 举行了世事大会 武王说 将士们请听我说 善良的人做善事 只怕时间不够用 凶恶的人 行起恶来 也怕时间不够用 现在商周王欢迎无道 把大臣当成贼人 把朋友当成仇敌 说自己代表天 作恶多端 却无所畏惧 老百姓只能祈求上天 让自己远离他 从前夏节很强大 但是道行逆施 上天就派成汤来将他流放 今天他们虽然有千万人 但是离心离德 我们虽然只有十个人 但是同心同德 上天一定会看见百姓的心愿 一定会听到百姓的心声 请让我们为老百姓讨伐他 请让我们把成汤的事业发扬光大 武王的军队势如破竹 在牧野打败了强大的商朝军队 商周王自杀 商朝灭亡了 同心同德 是指思想统一 信念一致 如团结一致 同心同德 任何强大的敌人 任何困难的环境 都会向我们投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